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我也愿意走在哥哥塔的路上 我也愿意为主受苦 我以为我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愿意为主受苦 但是我不能够忍受 这一路上没有鲜花 只有唾沫 我不能够忍受 我能走在这条路上吗 走在这条路上没有赞扬 只有怀疑 背叛了诋毁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主对我说 这才叫哥哥塔 你以前想走的那个叫机型台 哥哥塔就是这 哥哥塔会指到一条路 哥哥塔是指到 在这条路上 有唾沫 有怀疑 有背叛 有伤害 有诋毁 这才是哥哥塔的路 但你们得救是本国恩 也应得信 这不是出于自己 当然更不会是出于他人 所以你既不在乎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评价 你也不要在乎他人对你的评价 因为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 已经给了你 一个超越四人一切评价的评价 一个甚至不基于你的行为 对你自己所做出来的评价 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给了我一个不基于我自己的行为的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福音 福音是基于神的爱给了我们一个评价 不是基于我们的现实 或者我们可怜的光景 也不是基于我们的任何的行为 给了我们一个评价 当我们信靠这样子的福音 我们就有了认罪的勇气 当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 我们就去预备行善 当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福音 我们就能够在世人 没有盼望的时候有盼望 我们就能跟世人一样的 只不过吃一碗面而已 在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 是不配得的 阿们 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在黑暗当中 我想最后讲到 一个姐妹的见证 香港 有一位在几十年前 影响了整个海外华人教会的 很多文字文化事工的姐妹 叫做苏恩佩 很多人听过她 她创办了 她在校园杂志做过事 她也创办了叫突破机构 我很多年前 去到香港的突破机构的时候 我一进去我就看见那个大门上 写着她的一句名言 很多人都讲这句话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这句话是 是苏恩佩姊妹她创办突破机构的时候 所说的一句话 叫做与其咒诅黑暗 不如燃烧自己 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不再活在愤怒当中 不再活在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不对自己的生活的自愿之意当中 不再活在对别人的恨当中 对别人的怒气不争当中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她这样的一段话 我以此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她说 十字架能显出我们的内心 是如何的爱自己 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自私 假如你真的认识十字架 却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 十字架要显露一切的自私 要要求把属于你自己的放在一边 就是把你的自趣 忧虑自怜 以及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要被十字架带到光明中去 阿们 恩典 领我们出黑暗 进入那奇妙的光明 恩典领我们 预备我们行善 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 不去咒诅黑暗 而是在主的十字架里面 燃烧自己 燃烧我们的生命 现在祭坛 让教会成为善上之臣 让基督徒成为一群行善的人 让我们的一切好行为 是信靠和顺服的结果 阿们 我们一起地团地祷告 不失去评论 感谢不愿意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